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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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尽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力 佛说无量寿经 作为大德毕修 作为居士同修 请宣开经文 请看经文 佛告米勒菩萨 诸天人等 我今欲如 四间之事 人用事故 作不得道 当熟思寂 远离众恶 则其善者 情而行之 爱欲荣华 不可藏宝 皆当别离 无可乐者 无可乐者 欲佛在世 当情精进 其有自愿生安乐国者 可得智慧明达 功德书胜 功德书胜 不得随心属欲 亏负经界 在人后也 在人后也 唐有一意 不解经者 可据问佛 当为说之 好 请看这一段 这还是 世人疾苦 第二十八章 这一章的文句 是很长的 前面 释迦佛把说佛世界的众生 贪嗔痴 三毒烦恼的相状 以及他的后果 做了一个简略的介绍 如果要广说众生的烦恼 众生的心机 众生的 聂力的 这个 生前 以及 属获得的 苦果的差异 那也可以说是 无量无边了 所以只是 概略的说 说完之后 这一段就开始 正确修行 所以释迦牟尼佛就告 米勒菩萨 以及余会的 诸天人大众等 就是所有的 所有的参与 无量受精法会的众生 这里特别谈米勒菩萨 下半卷都是以米勒菩萨 作为当机众的 尤其在劝勉 这个余会大众 当然也包括佛灭度之后 未来众生修行净土法门的 这种事情 在这种事情当中 还有一些 对话 问答 这些对话 问答呢 在佛的十二部经当中 称为 幽婆提示 通过一些问答的方式 加深 对精益的 把握 那要跟佛能够有一定的 对答能力 那米勒菩萨就是有资格的 佛已经授记 他是当来下身佛了 是贤结的第五真佛 实则推则他的远古的因 他是常常跟释迦牟尼佛在一起的 从悲华经来看 也是在往昔 无量无边 不可计数的 阿仁奇节以前 有一尊佛出世 是保障如来 就在这尊佛的那个时代 就在这尊佛的那个时代 这个一些主要的佛菩萨 都出场了 转能圣王无真念 他有一个大臣 叫保海繁治 是由保海繁治的劝勉 这位转能圣王无真念 发阿罗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那这个无真念转能圣王 就是阿弥陀佛的前身 他的一千个王子 也都由保海繁治时故 发阿罗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长子就是观世音菩萨 次子就是大师智菩萨 那在这个法会上 有一位繁治 叫毗舍耶无垢 他也受保海善知识的劝勉 发大菩提心 这位繁治发的心 他就已经是表达他有一个心愿 他不愿在武作阿世作佛 但是他有慈悲心 也在人均十岁刀兵节的时候 他可以下来拥戴众生 来显现善法 让这个刀兵节的众生慢慢修行善法 渐渐地离开武作阿世 然后他要在人寿八万岁的时候 事先祝佛 而且说如果这个愿 保障如来能够印证 他就发大菩提心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 他就准备就以身为原诀 来取这捏盘 那在这个法规上 这个保障如来给他授记 他发的愿是可以兑现的 所以佛号为米勒如来 所以你看这些早结发的愿 那在这一世就开始结果了 那真的释迦摩尼佛授记米勒菩萨 也就在人寿八万岁的时候 事先祝佛 八万岁是什么情况呢 我们现在是简节的第九小节 第七小节的简节 简节每一百岁减一岁 直到减到人均十岁 那是底线了 十岁就是刀兵节 众生最苦 恶业最重 那实际上在这个刀兵节的时候 不仅仅是米勒菩萨会下来拥戴众生 乃至这个保海繁治都发愿 在刀兵节的时候 一切天上的人都纷纷下来 来救刀兵节的众生 这样就让众生得这些 这个硬化的菩萨的教化 他就慢慢觉悟到 刀兵节是自己的恶业造成的 因为那个时候人和人不能相见 一相见分外眼红 自相残杀 所以相互就约定 持一条戒 不杀生戒 由于持这条结构慢慢心念就转为善的一方面 善的方面 这个结束就转到真节了 真节就是每一百岁真一岁 逐步的真到八万四千岁是它的高峰 八万四千岁高峰物极必反再转到简节 那这样第九小节的简节进入真节 那就是再进入简节就叫第十节了 这第十小节的简节 人寿八万岁的时候 这个米勒佛从斗塞瑞院降丹 四千八项臣佛 龙华三会 这个主要是度释迦佛仪法的弟子 所以这个米勒菩萨在大乘佛法当中 地位非常的重要 乃至在多部的大乘经典当中 佛 释迦佛把这个佛灭录之后的这个佛法 祖托给米勒菩萨 要他扶持三宝 所以在无量寿经典当中 对净土法门的祖托也是祖托给米勒菩萨 所以这个米勒菩萨跟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很有缘分 所以从佛教史的一些高僧大德的硬化来说 都有一些是米勒菩萨的化身下来的 比如梁武帝时候的富大士 有吉祥表明他是米勒菩萨再来 而唐五代的布袋和尚 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他就称为弃齿和尚 上切诸佛之理下切 持土众生的根基这个意思 所以他视线的是一个 好像疯疯癫癫 拿着口袋这个样子 似乎有点不正常 但是每天笑呵呵 给人谈吉凶佛福都很准 众生向他起情起语都很灵验 这个我们哉堂会供一个布袋和尚的像 这是有故事的 这故事就发生在宁波天同寺 宁波天同寺的哉堂门口都有个对联 对联是说 米勒是平向稳坐主位 当纠叉脱耳耳脱长 密足献海量喜浪科生命逝者移坐坐位移 就是这个布袋和尚去挂单 到了中午用斋的时候 他自己大摇大摆的 就到了主位 就是方丈和尚坐的那个位置 这不是什么人都能坐的 这个纠察就是生殖师就要把它拖拉下来 他的耳道很长 这个生殖师就把他的耳罩一揪要揪他下来 那个生殖师就往前走 以为揪下来了 揪了耳道肯定下来了 所以他揪了一丈多 再一看他还坐在那里 你揪到哪里 他的耳道就长到哪去 哦 像面条似的 那整个的哉堂一看就很惊讶 这时候方丈和尚过来了 说为什么是限海量 方丈和尚一看 这不是一般的比丘了 就赶紧向他道歉 这个你老人家不要生气 你就好好坐坐 这个方丈就一座位到他对面去坐 那每天这个布袋和尚就坐在主位 方丈和尚还坐在柯尾 那这个以后 为什么知道他是米勒的化身呢 他后来在奉化约灵寺的东囊当中 有一个大盘石 他就坐在上面做画 在做画之前说了个记者 米勒真米勒 分身千百亿 时时是时人 时人至不是 就是说这个米勒真米勒就是 他能够分身百千万亿生 每时每刻都在显然在识人面前 但是人不识啊 不识米勒 那一般也是识不到的 你没有这个境界怎么知道 他是圣人的映画呢 所以这些圣人映画就是 作画的时候透点消息 所以以后我们摘堂就要供应 布袋和尚不在了也得给他供上 是有这么一个来历 所以在无定寿金法会上 米勒菩萨就承担了重要的 这个受阻托的角色 而且去跟佛来对搭 净土法门的深意 那净土法门唯佛与佛方能究竟呢 那一般的人是没有办法讨论的 那米勒菩萨作为一个等级菩萨 略知少分 就是略知少分可以有一点讨论的 基础和资格 这样就佛就告米勒菩萨及余会的大众 我今欲辱 他还是把米勒菩萨作为当即众 我今日跟你来说 世间之事人用事故做不得到 这就是前文 前面经文所谈的 世间的众生受贪嗔之三毒烦恼的驱使 所造的种种的贪欲之过 这些情况 这叫世间之事 那这个世间的人就由于这样的 三毒烦恼造作恶业的因缘故 他就不能悟到不能得到 甚至最终就迷失了这个大道 迷失久了 就整个认为没有了 就好像一个宝镜蒙上的成垢 蒙得非常厚 连这个镜子的体都给蒙上了 而且整个成了个废物 所以今天 因听到无量寿经 当熟师记 要熟就是成熟的 来施略 施存 计量 我们生命的价值 如何去认知和重新定位 不能再受无名的三毒烦恼 所驱使的 当熟师记就得远离众恶 那重恶就前面谈的贪欲 承恨 这个叛乱 斗争 等等这些恶 因为这些恶直接会 把我们推到地狱里面去 所以一定要远离 远离在深信因果的前提之下 要择其善者 选择善行 来作为我们行为的规范 就像孟子所说的 三人行 必由我 择其善者 行之 那这个择其善 就净土法门来说 这个善就是前面三倍往生的 那个善的内涵 而广义在说就是禁言三福 这些都是导致我们的精神 品格真善 得人天福报 乃至出离 身世轮回的善 那就一切世间和出世间的善行里面 能够信愿念佛 这句万德鸿鸣 是一切善里面的第一善 是至善 是纯善 要选择这样的 啊 念佛之纯善 来勤而行之 就是勤苦的修行 这样就建立了我们生命当中 一个新的价值目标 信愿念佛求圣净土 尽行寿来做这桩事情 那做这桩事情就得要 具有 燕尼苏婆心求极乐的这个心态 你要燕尼苏婆 首先对苏婆世界 我们所看重的这些 情爱欲望 农华互惠 要看穿她的本质 这些爱于农华 梦幻抛饮啊 难以得到 得到了要虚于即是啊 不可永恒的保持啊 自古以来不有那些高官厚怒的人 早上可能是坐上亲 可能晚上就成了阶下囚了 历史上那些大富大贵的 过了几十年几百年 又何在呢 真的一切法无常啊 就中国历史上那些房地 这个是最爱于农华是极致了 但是一个王朝又能保持多少年呢 最长的也就几百年 最少的也就几十年 甚至几年就戊父爱在了 那身在帝王之家好像很农华后贵 但是身在帝王之家也非常的有风险 如果一旦被一个政变或者一个战乱所推翻的时候 想过平民的日子都不可得 那一定要斩尽灭绝的 那每一个获得爱于农华的帝王 都希望自己永远藏宝 就像秦始皇统一六国统一天下 他就给自己称为秦始皇 能够是第一世 那二世三世百千万世 希望他的家族能够保持千秋万世 他真的不知道他五十多岁就 就乌父爱在了 没几年赵高 李思就把他整个的搞乱了 自己的长子被杀了 自己第二个儿子胡亥很快被杀了 二世就完蛋了 到三世子音也被项羽给杀了 就这么快 那世间这位看重的这些妻儿子女啊 这就是前面讲的这种恩爱私慕啊 也是皆当别离啊 你能恩爱多少年呢 啊 夫妻本是同龄鸟啊 大恨到来各东西啊 所以在佛眼看来 这些都是无常法 败坏法 这个世间的一些农法富贵 对这个 啊 妻儿子女 本质上 没有依法 快乐的 没有一个真正快乐的 这是真相 告诉我们真相 其目的 就让我们要厌守 升起这个厌守自行 因为这些东西是 世间人是最留恋 最贪婉 最执着 最认为幸福源泉的东西 要用 政见 智慧 来观照他 无可乐此 一切要厌世 厌世 就得要 建立一个 心乐的目标 那欲佛在世 在这个法会上 能够遇到 释迦牟尼佛 注释 讲法 这是佛 出在 初心世界 如 幽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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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勤苦精进的修行佛 教授我们的善行 在这些善行当中 尤其特别的点是 这些勤精修行修善者当中 如果还有志愿 就是以自成心发愿 往生安乐国这种人 那就稀有难得 是人中分头立花 是他善根 成佛的善根的成熟 他要志愿圣安乐国者 就能以阿弥陀佛的 前面所禅书的四十八大愿 以及愿力光明感应道交 就能够蒙佛愿力 往生到极乐世界 到极乐世界 就能得阿批八字 就能有如大海那样 深广的智慧 就能明了通达法界的 一切势力性向英国 他的这种福德 神通 辩才 慈悲 善巧 种种功德 就极为舒顺 这个前面介绍极乐世界 诸菩萨的自行化 他的功德当中 就有详细的展开了 这里就概述 只要到极乐世界 就能智慧明达 功德 殊胜 这就建立我们一个心目的对境 这个对境是法界当中最高的 佛法界的涅槃的对境 由此就得要劝勉我们 警戒 不要就误得 随心所欲 就是我们世间法当中 在五诸恶事啊 必然会受这个五诸恶事的影响 很难操作这个时代 很难操作这个时代的供业 邪见 贪欲 烦恼 所以要振奋 这个怨心呢 不得随虚妄之心 来胡作非为 随心所欲啊 这就是众生的常态 随妄心来 在五语六诸当中 这个打滚了 所以不得随心所欲 亏负经戒 如果你随心所欲 那 竹经所说的戒法 他肯定会亏缺 会辜负 佛所说的经法 从这里也说明 佛无论是在无量受精 还是关键里面 还是非常重视戒法的 持戒如大地 生长世间出世间 一切的善法 不能说由于有阿弥陀佛 不可思议愿力 就可以不持戒 这个敬业行人 还一定不得 亏负经戒 在人后野 这个在人后野 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在人 人就是一切 三倍九平往生之人 你不在这个人之后 就在这个人之中 就是说你往生有份 如果你在人后野 就成为明诺孙三了 明诺孙三是一个成语 表明你读书人去考试 考试发榜了 你就是榜上是最后一名 也很幸运 就怕榜上无名 我们说这个明诺孙三 孙三是一个人的名字 是苏州人 一般苏州这个地方科举 是自古以来考取率都比较高的 前些年到苏州去 他们的一个居士就说 很自豪说 我们苏州什么都没有 就是出状元 不能考取状元 这个苏州人他比较滑稽 叫滑稽才子 他去赶科考 科考是在京城了 那这个乡间的人呢 有一个儿子也要去赶考 就让他观照下 就跟着一起去考 那么考完之后 一般是有点钱的人就会在那等考试的结果出来 如果比较贫穷的人去赶到京城赶考 等落干天他没有盘成了 他就会提前来 所以回家乡的有钱后 那这个孙山呢 他这一次考试 就是考到最后一名 就榜末 榜末呢 他得到这个结果就先回乡了 回乡呢 他那个乡间的人就问 你来了 我的儿子考得怎么样啊 他就说 这个解明近处是孙山 贤郎更在孙山外 这个登出的名字 近处就是最后一名是我孙山 贤郎就是你的儿子 还在孙山之外 这就名落孙山 就表面没有考上 那这里有点这个意思 在人后野 那比如说下品下生 这些你还在下品下山后面 那就没份了 所以就 不要名落孙山 三倍九品 对敬业行人来说 你哪怕下品下生 哪怕再说边地一层 这个也是榜上作为后补啊 那也是解决了生死问题 所以这是佛对我等众生 殷勤的期待啊 在这个净土法门当中 最重要的是信愿 所以佛就在这里更慈悲地说 余晖的大众 倘若还有怀疑的心意 对这无量寿经的法义 还有不理解的话 那就劝他们赶紧提问 可惧问佛 有多少疑问 你尽管说 当为说之 佛就说 你什么疑问都可以提出来 我都会给你解答 令你破疑深信了 你说佛临涅盘的时候 也是问这句话呀 我即将要涅盘了 你们还有什么问题 赶紧来问啊 这个慈悲之极呀 好 请看下面 请问 米勒菩萨常跪博言 佛威神尊重 数说快善 听佛金语 惯心思之 四人识耳 如佛所言 今佛慈明 显示大道 耳目开明 常得度脱 闻佛所说 莫不欢喜 逐天人民 软动之类 皆蒙慈恩 解脱忧苦 佛与教诫 甚深深圳 圣身上 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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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敬 八方上下 去来今世 莫不纠唱 好 看这一段 佛做了劝勉之后 弥勒菩萨就 顶驳他的领解 领会理解的心得 对于佛心 这个不是很好理解的 弥勒菩萨作为等级菩萨 能够理解一部分 所以他把这种灵解 就禀驳出来 所以弥勒菩萨作为一个等级菩萨 都表现出那样的至诚 恭敬 常跪 跪下来禀驳 不是说由于自己是等级菩萨 我也坐着跟你一起来说 那常跪博言 就赞叹佛呀 这种威德神通啊 一切世人极为尊重啊 佛在这个法会上 属说的这个经法是快善 用这个快善来高度 盖属佛前面说的禁语 快就是这个法门 单刀直入 令一切众生 断移生性 直接跟阿弥陀佛怨海 对接感应 只要对接上了 你就能解决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得到 出离两种生死的大利益 这从大利益来看 就是善 这个得到的极大的善利 这就是前面说佛来到世间 就是会以众生真实之利呀 这真实之利就是要离开生死啊 缘正自己本具的奴来葬性 这样来看待这个快善 那在这个法会上 天文佛慈悲的经 经语 经法语言 来 惯心诗之 就听到之后 叫文慧 文慧就得要有诗慧 就诗为 这种诗为是惯心诗之 就是这惯心 就是用他的身心 全身心的 来思维佛 所说的金语 思维之后 觉得佛说的千真万确 四人十耳 就前面佛说 世间人 由于这个无名 烦恼啊 贪嗔吃三毒 这个造作的种种事 最后不能得道 最后要下三恶道 这样的一些阴行果报 这种形象的描述 那米勒菩萨 来以他的这种思维 来说 世间人 实在就像佛说的那样 四人十耳 卢佛所言 那等级菩萨 也是得种种神通的 那佛所说的 广大的时空态里面 三世因果 佛的一一的 这个金语宣说 那米勒菩萨 都会限量的去看到 还不像我们 听到之后 我们还不能限量看到 所以以等级菩萨的 这样神通 这种智慧 来谈体会 这个世间人 种种情况 就像佛所说的 一模一样 那在今日的法会上 佛以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那种极大的悲悯 就是由于众生的 这种无名三度烦恼 在生死轮回当中 永不休止 尤其在阿比地 永结的受苦 这桩事情 引发了佛的大慈悲心 那释迦牟尼佛就要 来这个世间 度这些 三恶道的众生 如果我们不念佛求生 我们现在这些众生 也是三恶道的 候补众生 所以对已经下三恶道 和即将下三恶道的众生 佛要显示大道 显示大道 就是这个彰显 只是出离三界分段生死的 这个捷径 就是念佛求生 净土的大道 在这个汉五两一甚至说 弥得佛说 当我们听到这个法门 产生信心之后 就好像自己新的生命开始 落得更深 汉语本是这么表达 好像是得到了新的生命 因为你没有听到这净土法门 你还是按照前面所说的 无明山都烦恼的惯性 去轮回的 那就是永结的存仑 那在这个法会上 听到佛慈悲的金鱼 他能够自愿往生安乐国 可不是一个重新的生命开始吗 那米勒菩萨作为等究菩萨 听到这个金鱼耳目开明 用耳根来保参佛的金鱼 这种耳根源通 让心目 让心眼 打开了 明白了 这样就能够得到永远的度托 那有人会问 米勒菩萨都是等究菩萨 那为什么难道他的耳目还没有开明吗 还要在这个法会上谈耳目开明吗 这里是有生意的 因为净土法门是佛的境界上的法门 唯佛与佛与佛方能究竟 他打开的是大涅槃的宝藏 彻底的果地上的功德 虽然米勒是等究菩萨 但是对佛的境界 他还不能了解佛的举足下足之处 就好像我们今天送华言究竟就谈这个问题 所以米勒菩萨在这个法会上 听到了佛的境界的净土法门 他也感觉到耳目开明 他也甚至长得度托了 虽然等究菩萨已经度过了分段生世 但还有变异生世 变异生世虽然度到了很多 但毕竟还有最后一份身相无名 未断 这就能够进一步佐证 在华言会上 普贤菩萨 文殊菩萨 以及善财同志所代表的 华藏海会四十一位法僧大士 为什么他要求生西方极度世界 那善财同志 他也已是等究菩萨的身份了 当天现在我们今天开始送诺法戒品 马上明天就要送到 这个善财同志在文殊师的菩萨座下 发欧罗多罗三明三菩提心 在实习满位开根本制 然后得文殊菩萨的指点 参访五十三位善知识 来开后德制 来实现一生成佛的历程 善财同志一生成佛的历程 最后就是导归西方极度世界 那善财同志在最后相信的净土法门 导归极度世界的那个当下 他也就是耳目开明 常得度脱 那在这个法会上 文释迦佛属宣说的净土法门 余会的大众 没有一个不欢喜的 皆大欢喜 这关系不是装的 是能得真实的利益的 那真实利益是什么呢 就是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光明 是普世九法界的根基的 所以无论是逐天人民 逐天人民代表我们三善道的众生 还包括软动之类 这代表这个畜生道的众生 软动就是在地面爬的昆虫类 奴动 这种漏列的生命体 虽然它是软动的畜生道的众生 但是它一念心性跟佛 在体性上也是无耳无别的 也具有无量光寿 阿弥陀佛的名号建立 大愿的建立 就是建立在一些众生 本具的无量光寿的那个信德上的 所以软动之类的畜生昆虫 它也有这个信德 于是它也就具有着 蒙阿弥陀佛慈悲愿力恩德的 奢受的这种可能性 阿弥陀佛的光明 它是普摄九法界根基的 它的光明可以下到地狱道里 那地狱道众生蒙光照射 有缘蒙这个光照射 光中有佛号 有说法 它能产生一念的信愿 也能够从地狱套里面出来 这些三恶道众生 它蒙佛光铸造 它所遭受的苦行就会修止 命中之后就能升到善道 乃至能够直接往生西方极乐尽头 所以这些就是所有的众生 结蒙此人都能够养蒙阿弥陀佛慈悲的恩德 解脱三界的忧 当然这里说 这个逐天暖洞之内结蒙此恩 正面来说是把阿弥陀佛推到第一线 实则释迦牟尼佛也有这样的慈恩 华言经就谈释迦牟尼佛要降淡的时候 全身放光 脚板光就放到地狱 地狱众生就一下子蒙光就到了斗塞天 到了斗塞天 这时候释迦牟尼佛已经降淡了 叫傅明菩萨已经到严佛地降淡 事先巴掌作佛 但是佛都很慈悲 在那里预设了一个天谷 那个天谷是佛的那种善根力的无作妙用 他能随众生的根基天谷就讲经说法 那这些地狱的众生到了这就成了斗塞天的天子 在蒙这个天谷一说法 得实地 正得实地 你说这种不可思议 没有佛来说我们怎么可能相信呢 那这地狱众生就解脱了忧苦 那不是一般的忧苦 如果他没有蒙佛的慈悲光明恩德的 这种铸造拯救 他怎么能解脱 他解脱不了 自己的业力是地狱道 多少节地狱苦受完了 再要转到恶鬼道 恶鬼道受完了再转到畜生道 畜生道受完了再转到人道 人道还要从这种贫鉴下跌 这个六根不拒开始 那这永结的忧苦 所以这个佛法 要佛的那种持恩 就是要相信 相信就把我们作为一个 被拯救的这个流浪的儿子 投到慈母的怀抱 仰靠佛力就能解脱一切忧苦 这是佛教拯救众生的一个核心的理念 所以为什么要谈性这个问题 你要相信 你要相信 你要养性 你的菩萨又禀驳佛的种种教育 佛语教授 教就是教授一切经法 这个戒就是警戒众生的这种邪恶的劣根性 要施设戒法来规范身口意三叶 所以佛语教界甚深甚善 佛语教授 佛的教育这个法意是非常的深邃 这个深它是从实相里面所生起来的 如果从佛的那种境界来说 佛是没有说一个字的 你以原相的 但没有说一个字 又应众生根基的这种 救度的因缘 又自然说 这里就圣生了 无说 无不说 都是佛的那种慈悲 恩德的无作妙用 显现的教界 这种教界就是要让众生断恶修善 走向光明 走向解脱 那这样走向解脱就是圣善 在无量寿经就是要让我们信愿念佛 感同佛地 往生净土 了身脱使 成就佛道 这种事情在一切世间和处世间的善法当中 是第一善 就叫圣善 所以净土法门的势力 可以信向因果 可以用这四个字来表达 它是圣神之法 圣善之法 不像一般说 净土法门很浅 于夫于夫所修的法门 它不是这样子 偶一大师说 这个法门 唯佛与佛方能究竟 九法界众生 靠自己的力量不能信解 不能相信不能信解 所以米勒菩萨知道这个法门 圣神 给予众生真实之地 圣善 那这个圣神圣善的法门的施舍 来自于什么呢 来自于佛的不可思议的智慧 无有障碍的智慧 所以这里就赞叹佛的智慧 佛的智慧是了达法界的真相 成为一切种子 它能够明了 限量轻健 八方上下就十方了 十方有无量无边的 不可说不可说的 微乘数的佛刹 这些佛刹当中 过去无量节 未来无量节 现在无数的 无尽节的这种事情 这件事情就是 十法界众生的事情 九法界众生 在两种身世 或还受苦的事 以及佛法界 一切诸佛在他方世界 去视线种种 善巧方便 八项成道的种种事 佛都一切造见 对法界这种事情 莫不究竟通畅 对这个赞叹 这种灵解 还真是等级菩萨 才能说得出来 这里对释迦牟尼佛 智慧的这种理解 也就透显一个消息 释迦牟尼佛 跟我们所说的一切 都是真实的 而且既知道佛 佛的境界上的事情 比如说 阿弥陀佛的那种发愿 以及极乐世界 无尽的庄严的这种事情 只有佛经口所宣 那是弥勒菩萨都说不出来的 因为那是佛的境界上的事情 那这个释迦牟尼佛 在菩提树下悟道 悟道他就悟证了 阿弥陀佛的净土的法界 既了解阿弥陀佛的这种境界事情 又了解九法界众生的根基 他又能够应激去说 那比如阿弥陀佛 称为大院之海 难道阿弥陀佛只有四十八大院吗 如果只有四十八条 怎么称为大院之海呢 于是这四十八院 就应我们这个娑婆世界 严佛提众生的基 来宣说就可以了 那阿弥陀佛还对于声闻 原觉和那些法僧大事 发了大院呢 如果对法僧大事 来说阿弥陀佛的大院 可能展开的就是另外一层意识 但是对法僧大事发的愿 没有必要跟我们说 我们也听不懂 也不是我们 现在我们关心了 怎么离开分断生死的问题 分断生死是到了极多世界 我们才知道大院之海 原来也是无量无边的 无尽的院海 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 是释迦摩尼佛智慧明界 莫不纠唱 所以要让我们对佛语 佛的经语要有百分之百的信心 不要去怀疑 好 请看下面经文 经我重等 所以蒙得度托 接佛前世 迦佛前世求道之时 千苦属治 恩德普福 福禄为伟 光明彻照 达空无极 开入泥环 教授点难 微致消化 感动十方 无穷无极 佛为法王 尊超众圣 谱为一切天人之师 随心所愿 皆令得道 经得执佛 复闻无量寿生 弥补欢喜 心得开明 好 请看这一段 这是这一段 是弥的菩萨 禀白来 领解佛的 那种 因地的 大恩大德之心 有始要让我们 感待佛恩 那我们念力凡夫 对佛 无量解以来 从初发心 到原成佛果的 过程当中 念念地 度化我们 的这桩 事情 我们是不了解的 不了解就是不知恩 不报德的 那作为等觉菩萨的 你的菩萨 他知道 佛恩 属在 所以他就 很清晰的表白 在今日法会上 我等众 我众等 就是以 我 还有余会的 这些身文 菩萨 天人 大众 在这个法会上 知属于 能够蒙 蒙佛属 宣说的 净土法门 产生 身性切怨 得以 度脱 两种 生死 苦海 这么一个 圣庙的 利益 就是 圣身之地 圣善之地 都是由于 佛 这佛是释迦牟尼佛 在前世 就在 以前 无量世 在求道的 那个过程当中 求道之事 千苦 所致 千就是 有无我的千德 苦就是 苦恨 这种 千苦之行 就是为了 成佛 来度脱 我等众生 对于佛 的千苦 我们 可能体会不深的 大家读过 法华经 法华经 里面 这个 地神 作证 说 这个 释迦牟尼佛 之所以有 降魔的 大威德 就在于 三千 大千世界 没有一寸土地 不是佛 为度众生 流血的地方 那你想想 那这个 千苦之行 在 很多大圣经典 谈佛的 本身故事 那都有 描述 就从 法华经 来看 法华经 有两品 你看看 佛的 千苦 之行 在 提波达多品 里面 这个 法华经 是 由极 开本 由 四相 之极 开本 地 风光 所以 提波达多 你看 在 小乘的 经典当中 那是 十恶不赦之人 出 佛生学 深深下的地狱 那在 大圣经典 它是什么样的 身份 释迦牟尼佛说 在过去 无央术节 以前 他这个 求 法华经 无有 懈怠厌倦 释迦牟尼佛在多节当中 常捉国王 有一次 他为了求大乘法 就舍去国王的位置 不做了 就 伪正太子 伪正太子 就 几股 宣令 四方求法 打入股 来宣令 来求法 他求的都是大乘法 谁能为我说大乘者 勿当终生 共疾走死 就谁能为我说大乘法 我就 给你做奴仆 来 侍候你 这一个大国王发这个愿 当时有个先人就过来说 跟国王说 我有大乘法 明 妙法 严化 如果你不违背我的意志 我可以为你宣说 那这国王听到这个先人这样说 非常欢喜 就随着这个先人就开始跟他做侍者 供给属虚 他什么需求都满足他 到树上采果子 到山间泉去挤水 到森林去捡柴 下厨房跟他做饭 乃至 以身为床座 他要说法 让他踩在自己的肩膀上 或者就把自己的背 让他做 做座位 这样去做 身心无劝 这个国王奉使这个先人 就这样的去做 经过了一千年 就为了这个法 精情给事 先人需要什么 就供什么 那这个国王是谁呢 就是释迦牟尼 这个先人是谁呢 就是这个提婆达多 你看这个提婆达多 竟然还是 无量节以前 曾经给释迦牟 做过老师的人 传授《妙法灵花经》的人 所以在这一品当中 佛就授记 也首先赞叹 由提婆达多 善知识故 令我聚足 六波罗蜜 慈悲 洗手 三十二相 八十随行好 指摩真经色 实力 十种 四种 无所谓 四舍法 十八部共法 神童道地 诚胆正诀 广度众生 皆因提婆达多 善知识故 而且为提婆达多授记 授陈佛之记 未来他将作佛 佛号为天王 天王 那你看 提婆达多以后 就是 跟 跟佛做对头 深圳是做对头 所以做对头 在世间法当中 这个人很可恨 实际上站在佛法角度来看 这是一件大好事 叫逆真上缘 一个人修行 还真的要有提婆达多 所以你看 就经典当中说 这个提婆达多 由于害佛 这个地开裂 地下冒佛 这个提婆达多 深深陷到地狱 我们想这个家伙 活该啊 肯定在地狱里面 罪有应得 肯定会受很大的 剧烈的痛苦 但是佛法不可思议 不一定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过段时间 佛就告恶难 说你到地狱里面去 看望一下提婆达多 好 恶难听佛的教室 就到地狱里面去 跟阿旁鬼族说 佛来让我看望提婆达多 这个阿旁鬼族进来问 是哪真佛的提婆达多 这句问话就很有意思 原来每真佛都有一个提婆达多 你提婆达多很多 是哪真佛的提婆达多 跟谁是搭档的 恶难就说是 是释迦牟尼佛的提婆达多 好 那就这个阿旁鬼族就知道目标了 就把他找过来 那一见面 在提巴拉上说 哦 是恶难 如来还能顾念我耶 那这个恶难说 师尊派我来看望你 你现在怎么样啊 苦能忍受吗 他说我没有受苦 我在地狱里面 好像如山禅之乐 所以这些这个 从法华经来看 提婆达多也就是大菩萨世线 跟小圣经典所传达的意思不一样 但通过这个来看 释迦佛这种千古属治 作为大国王给这个仙人 做了一千年的侍者 无怨无悔 求灭化灵化祭 再次看那个 常不清菩萨品 常不清菩萨神品 是对得大士菩萨说的 这里面很有意思 大士之菩萨是极乐世界的菩萨 代表着净土法门 跟他说这一品 这一品也是 不是一般修行人 所能做得出来的 也是推出到王谷 无央数捷 有一尊佛事线 叫威阴王 威阴王就说三称法 威阴王佛灭度之后 正法也过去了 在相法当中 有真上慢比丘 有大势力 真上慢比丘 就是没有得正 自己认为得正 很傲慢 这叫真上慢 他们这些真上慢 比丘都得势的 但是就在那个 相法当中 有一位菩萨比丘 明长不清 他一辈子修行 没有其他的修行 就是修一个行礼拜 但行礼拜 礼拜就是见世众 比丘比丘 你又破晒又破矣 皆惜顶礼 一见到这些世众 就向他顶礼 赞叹 而坐四年 就说了两句话 我不敢轻于儒等 儒等皆当作佛 顶礼就说这句话 那世众都是真上慢 就以为 因为他的儒等皆当作佛 就有点受祭的味道 那这个只有佛 才能跟我们受祭 你是什么人呢 你也不照个眼睛 也禁止看看自己 是什么样的人呢 你也跟我们受祭 所以这个世众就骂他 骂地 估计骂得也很难听了 但是这个常不亲比丘 不生诚恨 骂他也说 我不敢轻于儒等 儒等皆当作佛 这世众看到他太讨厌了 一见面就说这句话 就顶礼 就用手杖来打他 打他 那他就在你木棍打不到的地方 顶礼 说这句话 这人觉得这个人太讨厌了 就用石头抛他 用石头扎他 然后他就在石头砸不到的地方 又顶礼 又说这句话 而且由于很远 他就高声说这句话 我不敢轻于儒等 儒等皆当作佛 你看 这不是一般人 这个忍肉忍到这个份上 恭敬恭敬到这个份上 好 他得利益了 这位比丘就在命中 就在虚空当中 就闻到 威音王佛 原先所说的法化经 所以从这个 佛说的法的音声 实际上永恒常在 但是一般的听不到 但这个长部亲比丘 听到了 二十千万亿级的法化经 听到了 而且听到了 他都能够有文词陀罗尼 都能够把它记下来 当下得六根清净 然后就增加寿命 二百亿拉由他岁 那寿命就一下延长了很多 但寿命又长 又能够广缩华严经 于是劝了很多人 发恶多多多三百三不提 那些原来打骂他的 那些真上漫比丘 一看他寿命又增了 还能开发大智慧 这时候就向他忏悔了 就来听他说法了 就来做了他的弟子 所以这个长不清比丘 以后他活了很长寿命之后 在灵命中 就又遇到了很多的佛 就由于这种修行的缘起 让他快速的成就了 阿鲁多多三百三不提心 那那个长不清菩萨是谁呢 就是释迦牟尼佛 因地 那些曾经打骂他的 那些比丘比清 尤博赛尤波仪 由于打骂过菩萨 都下了地狱 下了阿比地狱 但是下阿比地狱之后 从阿比地狱里面出来 由于跟这个 他曾经向这个 长不清菩萨做了忏悔 听过法 又跟这个长不清菩萨 碰到一起了 这都是缘 然后就在这个法法会上 这些曾经从阿比地狱 一出来的这些四众弟子 又在这一次的法法会上 相遇了 那这次相遇就得好消息了 因为法法会上全都受寂作佛了 你从这个来看 这个释迦牟尼佛 因地当中迁苦 他在这种迁苦的修行 是为什么 是为了成就 恶罗多罗三明三不提 成就恶罗多罗三明三不提 为什么 为了广度一切苦难的众生 所以米勒菩萨是 身知佛的这个巨大的恩德 所以讲恩德 普福 由于因地当中 你是这样的 迁苦的修行 在佛的果地上 你的恩德 就以你的大平等心 能够普遍的覆盖 十方无量的众生 那普生一切众生 你都要有福的智慧 由于因地当中 千苦所致 包括他的六波罗密的 每一波罗密的成就 都做到了极致的 所以就有他的福德 就有他的路 路就是他的路位 唯唯就是他的福德 路位就像高山一样的唯唯 那有福德还得要有智慧 所以就谈这个 释迦佛的这种光明 光明是般若智慧之相 就能够朗测 照耀十方无量无边的岔土 那这个就能屌达 祖法的空性 实相 无有边际 达空无极 这个无极 也可以理解为实相 无为 那佛已经正到了 这个空无极的实相 安享涅槃的长得我尽 所以以这个智慧光明 来教化众生 也令一切众生 得泥环之乐 叫做开路泥环 开就是打开涅槃的宝藏 路就是令一切众生 正如这个涅槃的境界 这样就教授点蓝 就是以智慧光明来传授金法 这叫教授 这个金法有它的长 就是经典 就是经典 常法 超约时空 永恒都是真理 这是点 那这样的金法能够 懒一切要义 懒就是要懒众义 令众生修学 威智消化 就是佛度众生要折舌并运 对于刚强难化的众生 要用威德来折服他 制服他 令他降服 就消服 化就是感化 教化他归于解脱 圣贤之尽 这是对于刚强难化的众生 要用折服的方法 那对于十方 一切比较有善根 柔软的众生 就得用慈悲来射手 这就是感动十方 用慈悲恩德来感发 来激动 激发十方众生的善根 令他解脱 那这样的 折服刚强众生 奢受善良众生 所度的人数 也是无穷无极 弥勒菩萨又赞叹 释迦牟尼佛为法王 法王从自正的角度 一切法得大自在 从化他的角度 是能秉持法柄 引导一切众生 这都是总的赞叹佛德 佛为法王 其珍贵 其尊严超过众生 众生 小圣佛法出国以上的 为圣 大圣佛法出地以上为圣 那就是大小圣的一切圣人 跟佛相比都无法相比 所以佛德 所以佛德 争吵众生 这样就能普遍地为十方无量的插土 一切天人之事 佛是天人之事 圣中之圣 这样就能令十方众生 随他的心愿 皆令得道 就是佛无心 以一切众生心为心 佛无作妙用 无为 又无所不为 这就讲 红中带寇 众生有这个 能感至极 这个佛的 这种法王的 这种慈悲 威德 都能够去 应满他的愿 接定众生 得他相应之道 这个道 有三寸之道果 在净土法门 就是一寸圆顿的大道 所以最后就 感赫佛恩 今得执佛 在今天这个法会上 能够执欲佛 这是 米勒菩萨 他是身之 执佛 知极难 所以 今日能够执佛 在这里 讲经说法 这是北清万劫 难以 遭遇的 一时 就生起 大庆幸之心 金的执佛 佛出世 就要讲经说法 度众生 金的执佛还不是听佛讲其他的三寸佛法 而是在讲一个自己圆顿的大法 就是闻到了阿弥陀佛的名号 这是法会 阿弥陀佛名号就是一真法界 主法的实相 一些众生本具的信德 那这个名号 又能令一切众生开发他的自信呢 因为阿弥陀佛名号叫无量光无量寿 以名号的无量光寿的这种 名号的音声光明 能够开显众生本具的无量光寿的信德 这就是母子相逢了 就是死觉以本觉合本 所以闻这个名号 就能得圣庙的利益 就弥补欢喜 没有一个不欢喜的 所以闻这个阿弥陀佛的名号 也具有世西坛的利益 首先谈世界西坛 是一些众生喜欢闻这个名 所以一谈阿弥陀佛名号 他就生起欢喜之心 这种欢喜也是阿弥陀佛无量节以来 跟九法界众生广结法源所致 所以在一些众生的内心 具有着阿弥陀佛的原型 所以一旦闻到这个名字 会欢喜的欢喜之一 那这个名号能够 以他的光明威德 降服我们的烦恼 比如名号的这种欢喜光 对峙我们的诚恨 亲近光对峙我们的淫欲 智慧光对峙我们的愚痴 所以他就具有对峙西坛 灭恶的利益 那这句阿弥陀佛名号 具有着佛的全体的功德 这种功德能够令信念念佛人 全时佛功德为智功德 开发念佛人的这种本具的善根 福德智慧 这就叫为人习谈 身善意 那这句名号就是一些众生 本具的佛性 令这个念佛的众生 最终也成为阿弥陀佛 成就无量光寿的信德 这就得第一亿地的利益 这叫第一亿西坛 所以这个弥陀欢喜 包含着名号给众生的 世西坛的利益 那这个梁度士真 以世西坛的利益来 这个觉悟一些众生 令九法界众生 心得开明 开就是打开自己本具的炉来葬行 就是用无量光寿的这把金钥匙来打开 明就是断除无明 内心也就有着阿弥陀佛的无量光 这个光明也彻照十方世界 得大智慧 好 南无阿弥陀佛 愿意 此功德 庄念佛净土 上道是从人 下进上 拿回来